去到俄門問題,昨天他事稱得好 但是又突然說他爭兵 這件事其實當然我不是一個地緣政治的專家 但是我自己的判斷就很簡單 所謂的打仗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俄羅斯去侵入所謂的烏克蘭 其實他逢奧運就搞事了 2008年他侵佔格魯吉娜 去到2014年就侵佔克里米亞 所以他逢奧運都搞事動作 所以這次又不算一些新的事 這是第一個層面,其實他是想做的 但是第二個層面就是假設他這樣做 究竟歐盟、北約和美國會不會出兵呢? 歷史上沒有兩個都有核彈的國家是真的打仗的 而其實表面上看,俄羅斯要求不告 你打開地圖你會看到俄羅斯在這裡 接著中間就隔了一個所謂的烏克蘭 隔離就是北約 那他現在要求就是希望你北約不要東礦 如果烏克蘭加進去的話 就會令到他沒有了天形的屏障 那如果真的打仗上來 就是難攻就難守的 所以這件事是他要求的 簡單而已 雖然在烏克蘭裡面寫入了憲法 但如果只要是大家退一步的話 其實打仗的全面的兵容相見 機會不是那麼大的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反問一句了 最近這個月這個地緣政治是升溫 但是有沒有拖累到廣估? 我先提醒大家 1月6日的時間 恆指最低是22709 這兩天有些反覆 都大概24300 24500 就是說 你一方面說 俄烏的危機升溫 但是廣估在期內 升了千幾點 那既然廣估沒有因為 俄烏的問題是大跌的話 那就算緩和的話 都很難因為這個因素大升 所以我暫時判斷了 在2500 都還是有阻力的 第一次回到 幾點 開始了 開始了 再加了 東西 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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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